一旦男人愿意交出这东西,代表他深爱你,别怀疑 第一,越深爱你的男人,会越早交出他的安全感 一个男人想给你安全感,代表了他想要好好爱你 男人知道安全感对于女人意味什么 如果一个男人愿意早早地交出自己的安全感给你 那么只说明了一件事,他想要和你长长久久过下去 他想要用他的下半辈子的时候来关心你,陪伴你,照顾你 其实很多男人都没有安全感 这样东西另外,安全感并不意味着老实芭蕉 它更多的是一种承担责任的勇气,脚踏实地的态度 这些都是一个优秀男人必须具备的品质 只有这样的男人,才更能给你带来幸福 所以一个真心对自己女人的男人,肯定找找地给他安全感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越深爱你的男人,越愿意交出他的责任心和你的规划未来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除了拥有你现在之外 还要能给你一个未来 男人要是真心爱你,肯定不会空口随便说说 他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给你看 而且他会展现出他的责任心 俗话说,人无远利,必有尽忧 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肯定会为了你和他的将来而规划 为了你和他美好生活而奋斗 比如他会为你们将来的家做打算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存款 一个男人要是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你们的将来如何 那么他十有八九,不是认真的 总之男人愿意交出自己的责任心 给你一个可预期的未来,证明他深爱你 第三,越深爱你的男人,会越愿意交出他的包容 大家都知道,女人是有脾气的 尤其是在自己心爱的男人面前 他可能会恃宠而骄,乱发脾气 男人越是爱你,就越会包容女人的这种小脾气 因为他知道女人的这种公主病,小任性 只会出现在他喜欢男人面前 更多的女人把他的这种行为简简单单的当作他的撒娇 比如逛街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吊坠 虽然不在你们预算之内,但就是要买 最后你拍板不满了,他就绷着脸不理你 这时候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肯定不会为了这一点小事而生气 他会选择包容你,甚至还会主动从你,哄你开心 男人并不是小气,他可能默默的记在心里 下次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你,让你惊喜 总之一旦男人愿意交出他的责任心 给出他的包容,又或者交出他的安全感 那么说明他最爱的你,别怀疑